不过我想想我他妈的挺牛逼的 我把以太坊分岔了两次 对就可能干这种事的人也只有我这种人 闲得 闲得蛋疼的 对吧 也许我如果是在交易所里有份职 就有份差事 领着工资天天的可能干的就不是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活了 是吧 你说我一个退休在家里待着的 闲着没事干的人 又憋着一肚子火 想干点事的人 我这个火是这个 就是熊熊烈火吧 总想怼一下 怼一下的 结果怼怼怼又怼到尾他这个头上了 那活该的尾他这个倒霉 谁让他微信拉黑我 对吧 我帮了他那么多忙 他把我拉黑了 那我就分岔他呗 就这么简单 我分岔了他 他就给所有人做了空头 是2022年最大的一次空头 给所有人分了分了钱 是吧 所以由于采访的人都分到钱了 是吧 不管这个钱值多少钱 肯定牛市的时候 大家可以变现很多钱吧 啊 熊市时候你变现没有意义 对吧 熊市的时候筹码都非常便宜 你也不用变现 牛市的时候你肯定能变现很多钱 是吧 我都是给你们做的空头 我就想在币圈留下点什么 有时候是留下一些视频 就像现在这样 留下一些经历阅历和思维 尤其是现在今天把一些成年的往事 一吐为快 是吧 而且 说完以后挺心里挺舒坦的 好